大家好,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今天我們要來個微出遊 因為很開心的就是火納未騎SM250的朋友 他最近終於升級了 那今天呢就是他的新車MT07的首行 所以說今天他就大老遠的從台北跑來這邊 那我們就是準備來個新竹 然後等一下呢行程其實沒有一定啦 我們要先去新竹找個朋友 那應該就是新竹然後走海岸線吧 那我們就是來個微旅行這樣子陪他訓車跑 好啦,那現在呢我們就開始騎車吧 其實我們有期待的是 MT-07 這是一台2015年的特飾車款 那現在呢我們已經在竹東這邊吃了一個簡單的午餐 就是小吃店 那現在呢我們準備要去寶二水庫 跟另外的朋友會合 因為他剛好在那邊玩一下他的攝影機 所以說現在呢我們就準備要去寶二水庫 跟朋友會合啦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上路吧 好了現在呢我們已經到了新竹的寶二水庫 跟騎MT03的朋友會合了 那比較意外就是等一下呢 黑色的650朋友也會過來跟我們會合 所以說莫名其妙的 今天我們就從三台車 現在變四台車等一下會變成五台車 那等一下呢我們五台車就是會一起出去附近繞繞走走 那等650R過來會合之後呢 我們再決定等一下我們要去哪邊晃晃吧 那今天呢很意外的就是騎一騎就越來越多人了 不知道等一下還會不會有人來加入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準備繼續去騎車吧 我們下一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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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現在呢是微旅行的隔天 因為昨天回去的時候啊 就是一時忘記 所以沒有錄了結尾 那昨天這趟旅行呢 其實就是陪朋友跑一跑 然後讓他訓車 那朋友呢他也是 就是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決定買那台MT07 那當然他有先做一些功課 然後挑選了幾台車 那最後就是選擇MT07 因為MT07他的二手市場價格 真的是還蠻實惠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 車款的選擇也多 不管是特試車 水貨車 還是公司車 那每個年份 然後還有各種樣式 其實你在市面上 可以找到的二手的MT07 其實種類相當的多 可能有些是改好管的 可能有些是改好行李架的 可能有些呢他是原廠的 所以說你在市面上啊 要找MT07的二手車 你相當容易可以找到 符合自己的需求 然後自己的條件 所要的車款 所以說MT07我覺得是一個 如果你是剛考到駕照 然後預算有限 但是又想體驗它 紅牌的車款的話 MT07會是一個 比較好入手的一個選項 而且它是一個 年份比較新的車子 所以說它的問題 相對而言比較少 只要你不買到世故車 或是買到一些 有問題的車款的話 那其實買回來 你大概就是 把車子尋一遍 然後換油換水 那大概檢查一下 車子就是可以騎很久 因為MT07 第一批竟然就是 04 14還15年左右 所以說 其實到現在都還不用驗車 那我朋友它買的價格 其實也不高 就是20出頭萬就買到了 所以說 它就是很開心 就是擁有自己 人生的第一台 紅牌重車 那如果說 大家就是 最近剛考到駕照啊 然後預算有限 或是說 你想先潛藏一下 紅牌的動力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 調性的話 那可以去往這方面去看一下 像是07啊 或是 忍者 650 這種車款 它的二手架通常來講 都會蠻漂亮的 或是 SV650 不過SV650它的數量 就比較少 那我還是比較推薦 如果是 二手紅牌的話 就是你要CP值 要年份比較新的話 可能就是07吧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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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